在广西东兴 71岁的周广才老爷子世书如命 从1959年开始买书 已经买了快50年 这些书的桌量加起来至少有50吨 家里是6层楼 用5层楼来放这些书了 老爷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 小学6年级的有一个同学的接一本 书给我看 5月17日在荷兰伊串县 一个小伙子晚上在公路上看到了一群吃得有些开心的羊 有只小伙子报警了 巧的是世主吴木庆也报案了 所以世主很快赶了过来 过多后才知道当天下午是由儿子和儿媳来放羊的 儿子当时在干其他事 主要是儿媳放羊 但是儿媳智力有些低下 结果儿子回去一看羊和老婆没了 羊群是在48公里外的县城找到的 今日有网友在陕西佛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了一只野生熊猫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大熊猫可能是去下山找损吃 因为现在是地海拔的竹笋发芽的时候 5月份就发现了约5次野生的大熊猫 而佛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在全世界野外遇见野生大熊猫概率最高的 今年肯德基又出粽子了 这是新出的咸蛋黄鲜肉粽子 中饭的时候看到这些图片会很有食欲 没有吃饭的同学记得吃饭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找机会尝试一下味道 日本一位网友挑战一整块面包最多能切多少片 目前他的最新成绩是47片 祝君到了中午的提升心脑环节 浸雕 说到空调 学校心安的空调还要租金 电费还用得飞快 一个小时两度电吧 租金必须一年起步 我们这冬天有暖气 夏天空调最多开三个月 就要一年的租金 搞得宿舍类杠 明摆的好事变破事 空调变成摆设 宿舍氛围也不好了 我觉得你们可以向学校反映一下 土豆我们吃糖的酸辣土豆丝炒肉 很好吃 可是今天的被抢完了郁闷 希望你今天能抢到土豆丝炒肉